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这个锅好好的 你干嘛砸呀 庆祝来年 丰收与论的 庆祝丰收的时候要先砸锅 这又是为何 悲甘表演的戏服里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本期《香土》带您感受满足风情 领略满足同胞的多彩生活 五十六个民族 五十六朵花 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每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情 满足是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满足形成了富有自己民族特色的风俗文化 今天节目首先说的是满足婚礼 一 二 一 结婚当天 接亲的队伍早早就做好了准备 要用花轿去接新娘 新郎家准备好了接亲的轿子 另一边新娘家也已经开始更换服装 等待接亲队伍的到来 我们要给新娘当伴娘 伴娘要打扮成这个样的是吧 是的 这两位伴娘所穿的是传统的满足服饰 旗袍 旗头和旗鞋 这个三个就是象征着是满足的这些服饰的代表 这个鞋叫什么 刮盆底鞋 刮盆底鞋啊 因为它下面的根是刮盆的形状做的 所以就叫刮盆底鞋 平时一般都是有这种喜庆的日子 或者特殊的日子的时候会穿这种鞋 因为满足它是走路的时候是有要求的 股子不可以卖太大 所以这个穿这个鞋走路的时候也不可以 就是太慌张 就稳一点上身还不能随便晃动 满足传统的婚礼要用花轿去接新娘 接亲的队伍要绕行接市 成为谅教 新郎到达女方家后 要手捧大块猪肉送给女方父母 咱们这个是什么肉啊 梨娘肉 梨娘肉啊 对 为什么要带这个梨娘肉 今天把这块肉送到这儿 把她新宝贝姑娘算回来 彩礼嫁妆昨天都给送来了 恭喜恭喜 今有刘府公子 今岳父小姐过门成亲 本次也给原位爷妻夫人道喜了 向岳父岳母送上梨娘肉 送上梨娘肉 新郎就可以进门迎娶自己的新娘了 可是想要进这个门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看来不给红包 是别想进这个门了 新郎进门后 新娘的母亲要为女儿吃宽心面 意思是让女儿出嫁后要放心 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幸福 新娘之前就一顿饭都没有吃过 结婚当天也不敢多吃 据说不让新娘吃饭 是为了到南方家 接受一项艰巨的考验 究竟是什么考验呢 这个必须得吃完吗 男人原则说应该吃完 必须吃完 必须吃完 这母亲这向着女儿 给这么下碗面条 那你等着呢 快点 快点 吃完面 新娘就要跟着新郎走了 可就在要出门的时候 母亲突然打起女儿来 这是为什么呢 在闺女出门之前 我们当地有一个封锁 必须把眼泪掉在自己家里边 这在农村来说吧 是叫金豆子 掉在娘的家里头 可是闺女呢 如果要是金豆子留在家里呢 作为母亲必须得拿起 她手中拿这个胆子 打 姚哥扭起来 家伙们撒个道 进步 叫父们 有 请叫 接亲的队伍回来后 新郎要用备好的弓箭 射上三箭 一射天 天坐之河 二射地 地就一双 三射乾坤 三生有幸 永坚通心 我看刚才那个新郎 怎么还拿弓箭射上新娘了呢 这是我满足 先祖女真人 游牧齐射时期 抢亲时遗留下的习俗 意思就是把追来的人赶走射走 新娘下轿后 要过马鞍 预示着平平安安 跨火盆 象征着婚后两个人的日子 会过得红红火火 接下来新人要送入洞房 可就在二人要进门时 却被南方的父母拒之门外 这又是为何呢 原来这在满足的婚俗里 叫闷性 意思是 让新进门的媳妇 憋一憋性情 培养耐心 闷性时间不会太长 新娘进门后 伴娘忽然递给新娘一把斧子 而新娘还将她藏在了身后 这大喜的日子里 为何要藏这样的力气呢 把新人送入洞房 婚宴就可以开始了 满足的婚宴讲究八碟八碗 俗称八大碗 这桌子婚宴 就是典型的咱们满足的饮食 八大碗 八大碗 这个有什么说到呢 八大碗是清太祖 努若哈赤时代流传下来的 不要是用于民间的喜 迎 嫁娶 婚宴等等和年节庆 这是典型的满足的火锅 火锅白肉 这是典型满足的火锅白肉 这是酸菜饭还有白肉 道喜的亲朋好友来了不少 新娘要在房内做福 所谓做福就是坐在斧子上 寓意坐享幸福 新娘前一天不吃饭 是为了坐福的时候避免上厕所 否则会被人说没福气 在河北省成德市的宽城满足自制县 具有满足特色的饮食有很多 八大碗只是其中的一种 也是比较典型的一种 还有过年吃的大菜 鱼肘子也是十分美味 逢年过节的时候 这道菜是必不可少的 猪身上有肘子 那这鱼身上哪儿算肘子呢 来人来人再来客人也做一下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风俗菜 也是代客的菜 算是大菜了 对对大菜 一般都是我老回的过节夹了 夹了都是买吃这个粥饭 来起来 亲戚们都到了 蒸完粘豆包 妈妈就要开始准备晚饭了 她就是张秀琴嘴里 一直念叨的老姑娘赵金红 因为嫁到了离家较远的县城里 所以平时回来的少 因此一到逢年过节 就特别要给她弄点爱吃的东西 这一段就算是鱼肘子了 那为什么管它叫鱼肘子呢 这块都是肥 肥是吧 就等于是肉最多的地方 肉最多的地方 那现在是准备要腌一下 搁的这个料酒 这个都是米酒 搁的它都是不腥 去腥的 先进进味儿是吧 腌一腌就是 然然它不拿个大 它会厚肉厚不腥 这个用抹吗 用把它抹匀吗 不用了 都正隔着的 再有点抹点蜂蜜 还得抹蜂蜜呢 抹点蜂蜜 这抹蜂蜜干嘛呀 抹点蜂蜜 这一烧 它不都是 平时都是红的 就为了这个颜色 为了这个颜色 最后再放上葱姜 花椒大料 腌制五六分钟后 就可以下油锅炸了 炸过以后 重新放入葱姜调味 鱼蜂子还要放到锅里蒸上一遍 直到把鱼蒸熟蒸透 蒸鱼的功夫 其他的菜也下锅了 眼看一桌子丰盛的晚饭就要完成了 用蒜 辣椒 煸锅 再用酱油 香油 五香粉 加水淀粉勾芡 做成汤汁 这是鱼蜂子最后的调味汁 把蒸好的鱼肉上淋上汤汁 当地的大菜鱼蜂子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吃饭了 大鱼蜂子 大鱼蜂子 这鱼蜂子是给你做的 要不你先来吧 要不然我也不好意思先尝啊 那我不客气了 你先来一块 这块肉给我先来 妈妈 好吃吗 好吃 来吧 让我来了 这鱼的鲜味我就不用说了 但是这种做法真的是特别特殊 因为它先炸了以后 这外边是浇的 但是这个里边又是蒸熟的 实际上它炸的时候里边肉应该是没熟 是吧 还有经过一蒸 最后再加上那个汁 外焦里嫩 而且这个汁特别的香浓 太好吃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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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兄弟啊 老妹子 今天过年咱们家的团圈 你们在团圈平均团干这些年 今天过年给大家过来一趟 好 好 玫瑰花开 颜色鲜 梨花在雪 满浪干 在一些重要的节庆活动时 生活在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的满族同胞们 还要进行杯干表演 当地人说宽城杯干始于清朝 后来由于宽城老爷庙庙会的兴盛 促进了宽城杯干的发展 满族同胞一直把这一习俗延续到了现在 杯干表演由上面的角色和下面的角色配合演出 下面的角色称为下角 一般是身强力壮的男人 上面的角称为上角 为了减轻下角的重量 上角几乎都是儿童 而且对年龄体重都有要求 这个孩子叫张宏林 他的年龄相对于其他孩子已经很大了 按照规定 他的身高和体重都超了 可是孩子特别想上杯干 为了上杯干 他已经减重几天了 他68街 又降了 又降了 都为了上杯干又降了 他准备演个什么小时 他要是去的时候叫尤二姐逛街 你好吧 是吧 尤二姐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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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点钟就要开始往架子上绑孩子了 绑之前要让孩子们先上厕所 头天晚上这些孩子就不能喝水了 一旦绑上去要到下午才能下来 不然尿裤子之后孩子会不舒服的 孩子们绑得差不多了就要装扮大人 下角都是村里身强力壮的人 下角一般由孩子的父亲担任 这样上角的孩子就会多一些安全感 一切准备好了就要出杯杆了 大家抬着的是一个铁架子 上面有很多的插口 演出一场休息的时候 孩子可以从肩膀上取下来 插到这个铁架子上 下角就可以休息一会儿 忙碌了一大早 终于要开始杯杆表演了 杯杆演出之前 锣鼓锁那先下 相当于演出之前的续曲 这就在告诉观众 杯杆演出快要开始了 乐队在不同的时间段 吹奏的曲目是不同的 开场是悠扬的曲子 杯杆入场的曲目就要有气势 到了表演的时候 吹奏的就是进行曲了 一般杯杆演出结束 杯杆停下来了 但是乐队还不能停 还要继续演奏 满足特色的婚礼您见过吗 这鱼肘子是每年过年都得做吗 每年过年也做 那是我们这边的这风习习惯 鱼没有肘子 那这鱼肘子又是如何做成的呢 这个锅好好的 你干嘛砸呀 庆祝来言封销语论 庆祝丰收的时候 要先砸锅 这又是为何 杯杆表演的戏符里 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本期乡土带您感受满足风情 领略满足同胞的多彩生活 恭喜恭喜 皆由刘府公子 接叶夫小姐过门成亲 本私也给 圆外野妻夫人道喜了 满足特色的婚礼您见过吗 这鱼肘子是每年过年都得做吗 每年过年也做 那是我们这边的这风习习惯 鱼没有肘子 那这鱼肘子又是如何做成的呢 这个锅好好的 你干嘛砸呀 庆祝来言封销语论的 庆祝丰收的时候 要先砸锅 这又是为何 杯杆表演的戏符里 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本期乡土带您感受满足风情 领略满足同胞的多彩生活 除了好吃的美食 满足同胞还有很多不一样的生活习惯 就连这一年一度的庆丰收活动 都有它独特的韵味 明朝的时候因为战争原因 鸾平县各个村落的人被全部迁走 清朝入关以后 迁徙来的王公大臣和八旗军队 构成了鸾平地区的主体 所以如今鸾平县境内 有着60%的满足同胞 这几天为了庆祝秋季丰收 村里转了一圈 也没有看到咱们清丰收的景象 结果到你们家来一看 您在这儿砸锅 这好好的锅砸什么呀 我砸了为了清来的丰收 这是为了也切了轮花 我在今晚上我就给你看看 砸锅的人叫梁志福 他告诉我们 轮花是他们家祖上 传了几百年的老手艺 为了今晚的轮花表演 他要砸十来口锅 用锤子把铁锅砸成碎片之后 还要用十碾继续碾压 被压成均匀的小碎片后 才能真正成为沦花的材料 我想问您啊 就是您碾这个生铁 跟碾粮食有区别吗 有区别 有区别啊 有区别 什么区别 就这个这个锤 那你粮食轻松 就碾粮食会很快是吗 这个快 这个累 这个累 这个要碾多长时间啊 要碾细了 要碾细了 得好长时间呢 好长时间 那可不 你们都是过来帮忙的 有的都帮忙 这个活还挺琐碎的 费势之间还得过筛子 都得挑 那不耽误你自己家里干活了吗 耽误了这个是好事 好事啊 那可不 喜欢看是吗 喜欢看 把铁片压碎了之后 用筛子筛选完成 最后还要继续挑剪 把不合格的碎片挑出来 就是咱们说这个质量检验 是必须要过您这道关系 对 其他人看不出来吗 非得过手 别人说 我得杠个人家 所以把这会儿挑出来 哦 你得说 不说 不说的话别人也不知道 没有 没什么区别 这个为什么不可以用啊 有轮有厚 比较厚 比那锅底厚多的 不如融化不了 梁制服从一个月以前 就开始准备 沦花的材料了 均匀的碎片制作好了之后 下午 他还要忙着装筒 据说装筒 是最有技术含量的活了 燕火美不美 就要看花筒装得好不好 大家都爱看轮花 老梁近期把所有时间 都搭进去了 经过他的手装出的花筒 表演时能达到金花四件 流光溢彩的效果 同样是装筒 村里人都说 只有梁制服装过的花筒 才能够保证有花出来 实际上装的时候 它真正的诀窍在哪里 对对对 过铁上 钛上 这锅铁你必须 我常装都知道 这一把多十 你要换别人装 它就全都甩出去 把锅铁 但是它轮花的时候 不就是要把锅铁 给甩出去吗 甩出去你得烧好了甩 你这么生着甩不行 花筒是老梁自制的 统一规格 直径15到20厘米 高40厘米 木炭必须是画木 或者摆木的 木炭和年好的铁装筒 要分层 搭配不均匀 或者放多放少 都会影响表演时的质量 忙活了大半天 天也渐渐地黑了下来 庆丰收的活动 马上就要开始了 第一个节目 是中方表演 村民看见中方立起来了 就纷纷赶来 中方表演结束 天色完全暗了下来 老梁把装好的花筒 带到了场地上 这样就是有两块碳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它底下就可以烧起来了 是吧 让它找着 走 走 轮花时 先慢慢地转花架 使两边花筒内燃烧的木炭 向四周甩进火花 随着转动的速度加快 花筒内温度升高 铁逐渐融化 就开始有了金花 有流星 有小云 在最高潮的时候 会形成一个美丽耀眼的光环 远处看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金波 倒扣在大地上 发出的万丈金光 景象很是壮观 满族同胞的庆丰收表演 美艳绝伦 独具特色的满族婚礼 很吸引眼球 悲甘表演的戏服里 隐藏着多少人的辛苦 我们介绍的满族风情 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满族的民风民俗 还有很多 留待今后 再来慢慢体会 密林深处 传来奇怪的喊救声 这群神秘的人物 究竟是干什么的 别人喂猪 我做菜 他们说小伙子 是喂猪的 喂猪的 瓷巴不用木棍打 新鲜竹子戳一戳 感激还是相亲 大家各怀心思 大喜当前 为何哭声一片 没人好心牵红线 为何却被新娘埋怨 小孩为何要认树做干爹 下期乡土 带您到一些地方 感受土家族 浓郁的风土人情 小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